当你想象一架宇宙飞船时 你的脑袋里面 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形象呢 通常来说它一定十分巨大 因为它需要装人 装在大量的燃料 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补给品 以及科学仪器 甚至有可能在极端情况下 会用到的激光武器 不过如果我们在 在实际的角度出发呢 下一代的宇宙飞船 很可能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小到可以直接装进你的口袋里 然后我们先来想想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首先如果它足够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次发射 数以万计的飞船到太空当中 只将极大的增加 我们所能够收集到的宇宙的数据 其次对于每一个单独的 迷你飞船而言呢 它的成本很低 所以完全可以当成是消耗品 我们可以将它们部署到 原本那些因为太过冒险 而舍不得让火箭 以及探测器去的地方 从而帮助我们解开更多的谜团 实际上啊 NASA正在计划做这样的事情 发射迷你飞船去探索 地外移居星球 为人类找到下一个家 不过如此小的航天器 怎么装得下推动它的庞大引擎 以及燃料呢 对于它而言 我们要用到的是那些 在围观尺度上无比强大的力量 比如表面张力和毛细引力 具体到迷你飞船的推进引擎上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叫做 微射电流喷射推进的技术 这是一种离子推进器 通过喷射带电离子来产生动能 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呢 已经设计了一个 只有几厘米大小的模型 它们首先在一个 只有油漂大小的金属板上 插上100根非常细的针 然后覆盖上一层 溶点很低的金属 比如第49号元属音 再将一张金属网呢 放在这些针的上面 最后在金属网与金属板之间 加入电场 于是金属板被加热 音被融化 随后毛细引力 将液态的音吸到针尖上 电场接过这根接力棒 将针尖部分的音呢 继续往上拽 直到带针电的 音离子挣脱表面张力的束缚 以数万公里每秒的速度 喷射而出 尽管每一个离子极其微小 但无数个离子联合起来 产生的反作用力呢 依然相当可观 它们足以为迷你飞船 提供强有力的加速度了 而且由于这股离子流相当小 所以燃料消耗起来 也是相当的慢 这就让迷你飞船 更适合长时间的飞行 去执行外太空的任务 听起来是不是很迷人呢 它的名字呢 也很迷人 叫做微型火箭科学 我们期待这些小不点 能够尽快升空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让科学更有趣